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马大姐 优衣库终于上心啦 今天我们来讲优衣库秋季的一些单品特评与穿搭 感兴趣的姐妹就跟我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优缺点吧 首先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黑色的半身裙 这个裙子设计呢 首先是采用这种不对称版型 而且前面呢是戴这种抽折的设计 我这里选择的是它的最小号 但是我觉得似乎有一点紧 因为你看它下面的手折居然有一点半开不开的感觉 而且它里面呢是这种开叉的设计 我觉得还算是心机满满 它的材质呢也是属于这种有光泽感 是属于一个西装裤的材质 穿起来呢特别的有质感又比较飘逸 但是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因为它是黑色嘛 所以它会或多或少的沾小毛毛 另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设计上的小缺点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到 就是在臀部这边 它居然有两个凸起 就感觉是这种包臀又有一点鱼尾的设计 但是它包臀的这边呢 如果臀部不是特别丰满的话 会感觉起了个包在这儿 这是我唯一觉得不太理解的地方 在后面呢它是有这种拉锁的设计 就像西装裤一样 整体的版型呢我觉得特别是适合 鼻型身材的姐妹 上体腰线就会觉得腿特别的长 它这款裙子呢它是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我身上这件黑色 还有一件是这种棕色 我觉得棕色呢比较适合那些 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姐妹 因为棕色穿不好就会很容易显老气 它的面料呢是稍微有一点弹性 洗呢也比较简单 就是用积洗就可以了 它前面这个褶皱设计 我觉得还算是可圈可点 但是如果我们的肚子 稍微有一点小肚男的话 就可能会把它这个褶是这样撑开 会觉得有一点勒 上面这个腰带芽呢 是没有腰带的扭扣 如果我们硬是想要加腰带呢 也可以 只不过要自己套在上面 用积食用适合、国费水 第二款呢我就换上了这件 优衣裤的U系列的一个短袖 别看它是这种均绿色 穿上起来跟黑色搭配 还是很有质感的 其实它是在7月份夏季打折的时候 我买的 而且它当时呢 只要了1.9欧元 现在呢它的价格又回到了12.9欧 100%的纯米 但是稍微会有一点厚 所以不太适合 剩下来穿会非常的爆汗 比较适合初秋啊 或者是夏末入秋的时候 来搭配 就会在职场穿搭中 具有质感 下一个单品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吊袋小刷 我觉得穿上它之后太凉爽了 而且呢它的尖袋又不是那种细细的尖袋 所以这样比较宽松的尖袋 一来呢可以遮挡 适当的遮挡 我们的妇孺 二来呢在职场穿搭中也是可以的 它这个小刷有很多种颜色 它的价格又非常的便宜 我几年前呢有一个白色的 白色呢水洗之后就会有一点点变黄 但是今年呢出了很多种颜色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选它 它真的是白搭 我这里选择的是一个它的小号S号 就算是我们低头的话 它也不会跑光 而且它的长度呢是这个样子 还算是比较长 肚子本来就大 还要把小刷的下面也噎到肚子里面 岂不会显得肚子更大 在这里就有一个小窍门 我们只要把这个小刷上面这样折叠下来 它就变成一个这样 然后再把一点点的下摆轻轻的放在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 后面呢也是同样的效果 这条裤子呢也是新入的 然后面料是特别有垂直的感 比较厚 买的是它的最小号 就是24英文寸的腰围 24到25吧 我平时呢穿他们家的裙子呢 这个货号对我来说正好 但是裤子就显得有点小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这个裤口 两边的裤口都已经撑开了 这个裤子呢是属于松紧设计 所以前面就没有任何的遮挡物和修饰物 就感觉我整个腹部特别的宽 再加上裂开的两边的裤口 就会觉得我的胯特别的肥 所以我应该是不是很推荐大家 但它的面料穿起来真的是超级的舒服 它的长度呢也是这种八灯裤九灯裤 所以能更好地露出我们的小脚踝 就会显得呢比较瘦 那如果大家一定非常要买 想要买的话 就比平时穿的货号稍微达成一点点 大家考虑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鞋子 它刚刚这个小色的颜色 非常的相配 都是这种橘色 就简直非常的喜庆 而且这个鞋子特别的软 它是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一款 叫Vera的一个 Tance上很火的一款鞋 而且它是这种环保鞋 最重要我最看好的 就是它里面有这种垫子 穿上之后呢 会增高一米的样子 然后走起后来特别的舒服 这一件裙子呢 也是它的新款 它这个白褶裙 首先在面料上呢 是有这种光泽感 而且是属于这种 比较沉稳比较高级的光泽感 在它的版型设计上呢 它是属于不对称的褶皱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边前面的褶皱呢 是属于这种小的褶皱 但是后面或者是侧面的褶皱 是属于这种大的褶皱 但是我个人建议 就是不要把这种大的褶皱 放到前面来穿 在视觉上呢 就会显成胀的效果 会觉得肚子特别大 所以我们最后呢 把它放到边上去 而且这个裙子呢 它的面料特别的重 褶皱呢 都是这种被压实的褶皱 就算是我们去洗啊 它也不会散开 而且也不需要去熨烫它 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好打理 但它仅适于秋冬做穿搭 因为它的面料特别的重 夏季穿就不是很适合 会显得很热 而且会显得下半身特别的重 它是有三种颜色 一个是我身上穿的这些黑色 还有一个是白色 还有一个是棕色 白色呢 我个人认为不太建议 因为它这种光泽感呢 其实显得有些廉价 然后这种深棕色呢 穿起来也会显得有些老气 所以我觉得黑色呢 是更适合搭配性也更强 比较适合于秋冬做穿搭 这条裙子的另外一个打开模式呢 就是我们也可以加上这种非常普通的一个带有蕾丝边的小吊道 然后下面呢 就是这样让它轻轻松松的遮在里面 不需要放在里面 否则的话 你看这边就会显得很胖 而且是鼓鼓囊塞 因为这个裙子它本身的面料是有光泽感 光泽感不仅能显得好气色 就是在隆起的地方 就像是打光一样 就会隆起的地方会显得更大 那如果我们这样塞进去的话 就会显得小不难特别明显 那与其这样呢 我们就把上面这个小山的下板就放出来 再搭配一个比较温柔时尚的圆朵包 而且整体穿搭保持同色性 就会在世界上给人显高的感觉 这样穿上宽下宽 暗沉土气 加了腰带做出腰身 但是还是觉得肚子特别大 然后两块又特别困 显得人是整个肿胀 即使是搭配这样的细高跟鞋 都会觉得整体不搭不合鞋 首先我要把这个细高跟鞋 换上这种比较休闲感的运动鞋 既然我们搭配的是运动鞋 就说明我们走的是一种 简约休闲的路线 那就不能搭配这样的腰带 就需要找一个橡皮筋 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一款亚麻材质的一个装马甲 是对于我们不喜欢里面 单穿这种小吊带 这种衣服透气性又好 很适合度假穿搭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优衣裤入秋的一些新品的穿搭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姐妹 觉得这个视频还有这么一点点价值的话 就劳烦大家点赞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呢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最后呢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热死我了 然后再去吃一个冰淇淋 咯咯 咯咯 我们下边就会发现 到这个人